是管理这个职位 管理这个职位不是狭想 不是靠自己的狭想 管理这个职位到底是干嘛的 他要做什么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职位的定义以后 那我想就是我们可以往下去看 就是那我如果成为管理者 我的工作思路需要有哪些转变呢 我的想法可能需要 因为有时候叫做你在不同的位置上 其实你的那个侧重点啊 你的工作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你需要有哪些的转换 那我想我首先请大家呢 看一个领导梯队的一个模型 这个领导梯队模型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它是纳姆查兰的领导梯队的这本书来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这个领导梯队在讲什么呢 它给你一个管理者的一个全景图 就是你作为领导 你如果想向管理者向前发展的话 它的roadmap是什么 它在企业里面可能奉为哪几个阶段 每个阶段你的侧重点在哪里 每个阶段你应该学什么 其实它给了给到了你一些指引 比如一开始最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 你是个人贡献者嘛 就是你管好自我就行了 那么你到了第一个阶段 管理的第一个阶段以后了 就是叫做管理他人 那你也许就有机会去 什么叫管理他人 这就是包括项目管理 你作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去和几位同事一起去达成一个目标 那么也包括了人员管理 如果这些人是汇报给你的话 那么你对他们这些人员做的一些绩效考核 那这一块这两块其实都属于叫做管理他人 成为了一线经理 那从管理他人再往下走了 其实就是叫做部门总监的 叫做管理管理经理人员 因为你在你在第一个阶段 其实管理的管理的对象是一线员工嘛 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 就是你可能对于经理做一些指导 我们就说叫做二线经理 对经理的管理和对普通人的管理 那个管理的技巧和方式 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那么对一线员工的管理 可能是告知会偏多一点 而对经理人员管理呢 可能是引导会偏多一点 那么到第三个阶段 你继续往上走的话呢 可能能管理一个很大的一个职能部门 可能就是类似于事业部服装经理啊 这样子 那如果再往上走了 就独立的管理一个事业部了 如果再往上走了 可能是管理一个业务群组 那如果再往上走了 那就是一个车的管理CEO 我想你看我们今天晚上听课的 应该没有这样的 应该很少有这样的层级的 那我们今天听课的 我想应该大部分是在 我标红色的这三个区域 个人贡献者 往上走 你现在还不是管理者 我刚刚看到有同学说 我现在还不是骨干了 都没关系 其实这个就是 其实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向前探索的过程 那么那我今天想讲的 也是聚焦在这几个 这个维度上 这几种决策去讲 这是一个领导梯队的 一个完整的模型 但实际上 如果大家公司比较小的话呢 也没有这么多层级呢 我们公司比较小呢 这个也比较简单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图 做一些简化的话 对于小公司而言 其实也很简单了 就是从管理自我 到管理他人 再到管理智能部门 也许就到了管理公司 这样的公司 可能几十个人规模 或者是几百个人规模 这样子 也就是可以运作起来了 我看到大量的公司 都是这样的一个构架 对吧 好 那我今天呢 今天我其实我想讲的 就是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从管理自我到管理他人 那管理他人 其实是最最开始最开始的 应该说大部分公司 你从为一线员工 到了管理者 到了主管 通常不会让你 马上就开始管人 通常不会管人 不会说这些人 直接就汇报给你 那他从哪来呢 通常是从项目管理开始的 先是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其实是走向管理岗位的 一个基础 一个基础门槛 这第一个门槛 就是你能把一件事情 领导交代理一件事 以前这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就能搞定 那现在呢 你的职责拓展了 你需要和几个人同时 商量 同时协调几位同事 一起去做 那其实他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项目管理的范畴 所以项目管理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 真的是第一个台阶了 真的是第一个台阶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项目管理 我看到的外面的招聘啊 其实项目管理的招聘职位 还是很多的 因为项目呢 它不存在 项目管理不存在 一个萝卜 一个坑的这种状况 只要你公司的业务扩大 你有好多好多项目 那么他们都需要项目经理 那人员经理呢 管人的这一块呢 有时候会存在呢 叫做一个萝卜 一个坑的状况 因为公司不可能产生 大量的管人的这样的经理 它是和公司的规模有关系的 那如果公司总的人员数量 没有增加呢 其实公司是没有必要去 开辟很多管人的这样的职位的 但项目管理 应该说机会会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其实主要还聚焦在 就是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 叫做管理他人 包括项目管理 其实也是一种管理他人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主线 老师刚刚是给大家先看了一下 这个整个的这个领导梯队的一个 一个big picture 那如果我们现在聚焦在管理他人这一块 我们今天就说 如何从管理自我迈向管理他人 前面其他的先不说 就这一个阶段去卖出去的话 那我需要做哪些改变 或者我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 那其实这个转变呢 在经典的这个管理的实战 包括理论啊 其实你要做三个转变 叫做三角模型 三角模型 第一个叫做工作理念的转变 第二个叫做时间管理的转变 第三个叫做领导机能的转变 工作理念呢 就是说我从 我 我 我从 一线员工到了管理者 你说要问一下自己 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以前我是一线员工的时候 也许啊 我的工作质量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也许是 我工作成果按时交 是最对我最重要的 也许是 我 完成了领导一个一个紧急的安排的工作 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但是现在如果说 你管理他人 你有机会协调多个人工作的时候 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那么是不是 某一个技术的质量 某一个技术的精神 是不是说某一个特定问题的解决 是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有没有 是有没有转变 需不需要转变工作理念 从理念开始 然后基于这个理念呢 你去想一想 那我时间重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 因为你关于理念不行 你知道哪些是对你重要的 你就接下来进行分解 你就知道 我怎么样去利用我的时间 那时间管理呢 我觉得再怎么强调 其实都不为过 因为时间管理 我有时候在课堂上也是 也讲了 这个人你基本上要学的两大 这个四大最重要的技能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四个最重要的技能 第一个就是时间管理 如果时间管不好 其他都不谈 什么事也干不了 第二个呢 叫什么呢 第二个叫沟通管理 有时候做一线工程师 成了项目经理以后 其实有些项目经理会跟我讲 他说 郑老师 我其实这技术 我不是很了解 我 有很多大佬 在团队里面 在其他部门里面 我不知道该怎么管项目 这些技能我要不要学 这些技术 我不会 这些业务我不会 但现在领导让我协调 怎么办 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你作为项目经理 按理说应该是什么都会一点 但是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会 怎么办 那你就会沟通 那你一定要学沟通管理 通过沟通 把这些人联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一个时间管理 一个沟通 这两个技能 是非常非常核心的技能 但沟通管理 其实是在领导技能里面 包括进去 那这是这个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 你在工作场合 能够帮助你化解一些困难 叫做沟通管理和时间管理 那其实更底层的 我刚刚讲 你需要有四个 需要有四大技能 那在这两个技能的底层 你还要会两个 一个叫做情绪管理 一个叫做这个健康管理 情绪管理和健康管理 其实就是身心健康 那身心健康的基础上 做好你自己的时间规划 和你的沟通管理 这四个 主要是这 我觉得这四个技能 其实非常非常关键 好 那我想你做领导转型 从管理自己到管理他人 一个是工作理念 一个是时间管理 那接下来呢 在最底下呢 就是你要需要 学哪些技能呢 叫做领导技能 我现在我需要 具备哪些新的管理能力 那这些领导技能 你需要去学 需要去练习 大量的练习 但是 你做 学任何的技能 你做任何的一些练习工作 首先 先决条件 还是工作理念要对 时间管理要会 然后再去学领导技能 好 那作为 我 今天我其实我可以花一点时间 再讲一点这个 更多的讲一点这个三角模型的 一个话题 比如说工作理念 工作理念什么事情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从管理自己到管理他人 那个转变 你在工作理念上需要有哪些转变呢 老师给大家画一张图 从这张图里面去理解 假设你是一个管理者 管理者通过许多其他人 去调配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 达成工作目标 这个图在讲什么 如果大家第一眼去看 那你觉得关键字是什么 管理者通过去 其他人调配物质资源 信息资源达成目标 大家会不会觉得 我不知道有没有 大家把他关键字给圈出来 那我尝试圈一些关键字 通过许多其他人 那你发现管理者其实是 通过别人调配一些物质资源 和信息资源达成了工作目标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有时候有些新的管理者 他是这样做的 他原来是做某一个技术 做得挺好的 然后领导说 你做得不错 你协调一下吧 你带人完成一个更大的事 然后他就成了管理者 他开始带人了 但是他原来做的那一块技术 就给了 比如说给了小张做 一个新人做 那么他就 他其实 他对那一块工作 他原来是专家 他就问小张 说你 你 这个你就做怎么样了 小张说 快了快了 马上好了 但是一天也没好 第二天你又去问他 你现在不是管理者吗 你得去跟踪人家进度 你又去问他 这个事情你做怎么样了 小张说快了快了 很快就好了 那第二天还没还没好 你就开始着急了 第三天你再问他 好了吗 小张说快了快了 这个事情应该差不多了 于是这个管理者 就干了个什么事呢 于是这管理者自己 就加了个班 然后很快自己就搞定了 自己的上场开始 本来是一个教练的 开始上场开始踢球 那自己就搞定了 这个管理者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所以这个管理 就相当于 你就理解为 他从管理者的那个椅子上 原来做的好好的 他掉了下来 他掉成了一线员工呢 为什么呢 他觉得一线员工能力太差了 必须得什么事情 都让我来去 我去做 这个呢 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你就要反思 老师并不是说 你不能做这个事 而是说 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从管理者的位置上 掉了下来了 在紧急的时候 可以这样做 但是做完以后 你就要开始回顾 开始反思 这是为什么 我后面可以怎么做 我后面可以怎么做 可以减少我下场踢球的 这样的 这种动作了 你要开始去反思了 这就是工作理念的转变 如果是一个技术骨干的工作理念 就是反正我把这个事情要搞定 我无论如何详尽一些办法 你做也好 我做也好 我什么都要搞定 这可能是过去的工作理念 那现在的工作理念是什么呢 那成为管理者的工作理念 老师给他出三个填空题 我考考大家 考考大家 大家来填一填 合格的管理者 要善于用什么取得成果 要帮助他们干嘛 只会干什么的 不是合格的管理者 好 我给大家 那个一分钟时间吧 大家填一填 这三个填空题 给大家齐 momento 看他 我们下一个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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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区块 我的盖码 这小区块 大家可以依次写上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来填一填 好 好多同学都都说了 挺好的 基本上还是get到了 我老师的这个pond了 我来翻翻答案 合格的管理者 第一个要善于用别人取得成功 你不再是自己蛋打独斗了 要有这个资源整合的意识 第二个 要帮助他们取得成功 要帮助他们成功 不是越阻带袍 你把这个事情做 是想方设法的去给别人赋能 老师给了两个字 叫做赋能 你怎么样帮助别人去成功 因为一个合格的项目经理 我觉得不光是说 你把这个项目做好了 关键是这一帮人 你是不是跟你跟你在一起干活 他们有没有长进 这点也很重要 第三个叫做只会埋头自己干活的 不是合格的管理者 好歹 讲的挺好的 只会亲力亲为的 对 只会埋头自己干活的 不是合格的管理者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 这就是从管理自己到管理他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理念的转变 那么其实你要做到这个转变呢 你就要特别注意那四个字 因为你经常要和人打交道了 这时候你建立人打交道 你去怎么跟人打交道呢 觉得这四个字叫做 以人为本的工作思路 你永远无法去控制别人 很多人 很多 尤其是项目经理 他控制进度 通常是控制人 他要求人们今天做A 明天做B 后天做C 你控制人 永远你这个项目的控制 都做不好 为什么 因为谁愿意被你控制 人不是被控制的 你把它转变出来 叫做以人为本 什么叫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我想大家应该多少都听过 应该是 有可能是耳朵都听出简了 叫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那如果说你真实的在项目管理里面 在管理他人部门管理里面 怎么叫做以人为本呢 老师给大家出三 也是出三个填空题 叫做什么人 什么处 好 我再 我再留 留三十秒时间吧 大家尝试的填一填 你所知道的 这个成语人 有哪几个叫做 什么人 什么处 好 大家一边写 我来讲 我讲 我先说第一件事 就是说 你作为管理者 有时候你是需要去监控人家工作的 但是你去监控人家工作的 你去问小张他做好了吗 小李你做的怎么样 你现在进度怎么样 你拿一张一个塞尔表格去 给人家收集人家的进度 但问题在于 你在监控人家工作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 人家不太愿意理你 人家其实不愿意告诉你进度 或者是他跟你报喜不报忧 觉得你烦 那你去 你去跟人家监控进度 你就到了这样 你被碰壁了 回来了 那你可能会觉得 哎呀 他对方根本就不配合 他这个 他工作态度有问题 你就归这位态度 其实不是的 其实 你的监控的方法就是错的 当你去管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上来就去问人家 你做的怎么样了 你现在工作 工作 进度 你要告诉我 你这个监控方法 就一开始就是错的 所以你应该怎么去监控呢 不是说 上来监控人 而是 叫做先服务再监控 你首先要有这个理念 什么叫先服务再监控 叫做帮人难处 我看大家写的 与人相处 这个 什么叫 这个叫帮人难处 帮人难处怎么理解 就是你知道 你在工作当中 你需要协调人家工作 你需要和大家一起配合 最主要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不是说 你有多少权力 也不是说 你有什么生杀语夺的 你最后给他评定奖金啊 什么之类的领导 去认命你呢 最关键的 推动人们合作的 其实是两个字 叫做 叫做信任 叫做别人信任你 别人觉得 你人挺靠谱的 你 你 你其实是过来 你不是 不是一个监工 你其实是团队的一员 你愿意和大家一起工作 就是信任 那信任这个轮子 怎么起来 怎么才能让他动起来呢 那就是你看到 别人有什么难处 你力所能及的 你可以为他创造一些条件 你可以帮他一把 你帮人家一点点 那别人就觉得 这人有点靠谱 还可以 这人是跟我们 是做实事的人 然后你们俩之间的 信任的这个轮子 慢慢就起来的 你帮人一点 人家帮你一点 慢慢慢慢 其实我们中国的 叫做我们中国的 这个管理 古老的哲学啊 智慧啊 其实是什么呢 不是西方的KPI 不是说给人定一个指标 让人家干活 我们在我们中国 适合于我们中国的企业 其实叫什么 叫做人台人 就是相互帮助 叫做抬轿子 如果大家听过这个词 叫抬轿子 就是我抬你 你抬我 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帮你 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别人也来帮我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智慧 而不是说你拿一个指标 去天天去给人家 说你指标达到多少 我给你多少钱 你少了多少 扣你多少钱 这个人家怎么跟你 进行信任呢 那其实不光是中国 是叫叫人台人 其实你要去看西方的理念 其实也慢慢 也有这样的理念 只是我们对KPI 理解就有天差而已 那大家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叫做 有本书叫做 高校男人士的七个习惯 在高校 在这个七个习惯里面 有一个习惯 讲的特别好 叫做情感账户 什么叫情感账户 就是你钱 你存在银行 你有一个银行账户 但你和其他人打交道 其实你和他之间 其实是有 也有一个账户 叫做情感账户 你如果帮他一点 你相当于在这个账户里面 就存了钱 你多帮多存 多帮多存 你作为账户里面有余额了 那你需要他帮忙的时候 那你看一下 你这账户里有没有钱 如果你天天不帮人 你天天就是去 去挑战别人 你天天 你答应的事也做不到 那你相当于就是取钱 你取钱 你天天取钱 天天取钱 你之后贷款 你发现你的账户是负的 你以后你怎么跟人家去 去往来呢 所以 从管理自己到管理他人 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 你要学会去帮人拦出 寄人所及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我看有同学 应该是讲过了 在上面应该提到了 叫用人长处 用人长处 很多公司 不是这样想的 很多公司是领导觉得你哪里有问题 你在连终考核 你比如说你连终 连终做一个技巧考核 考核个ABCD 你给人打算打个ABCD 打ABCD呢 也许 这个像我 我以前也是做类似的事情 主管 那个去给人家打 你要给人家打个A 你其实主管开开心心的 你很容易沟通 你给人打个D 打个D 你的压力很大 你主管压力比员工压力还大 那你不管给人家打个什么风 你要想着 你和他 你们俩在一个小会议室里面 在一起坐着 然后双方都坐下来了 对方听你讲 你还是说你去年的绩效反馈 你说 小张 你去年 你做的好的有ABC 这三点 然后呢 讲完以后 对方在等你什么呢 其实对方在等你两个字 叫但是 对方问你说 但是呢 你还有另外这两点呢 你还要提高 你讲完这个以后呢 对方从这个小屋子里面就出去了 你想一下 对方脑海里面记的都是什么呀 对方脑海里记的全是战士 然后就心想 领导觉得我这不行 领导觉得我那不行 我明年一定要改 所以你永远盯着那个 这个下属的缺点 盯着下属的问题 然后帮他改进 我以前就也是干这个同样的事情 我后来就觉得 这个结果非常的不理想 也许是我管理上面 我自己管理上面做到位 我也是反思 我天天帮人家找短板 然后希望他能够补他的短板 然后他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我真的是好意啊 但是呢 我从来没有帮一个人 发展了他的短板 我真的没有帮人家发展他的短板 他不行过几年以后 那个东西 那个地方可能还是他的弱项 他不会很强 所以后来我觉得 也发生也许 也许是我个人的问题 但是后来我确实改变了思路 我觉得不同的人啊 你还是要用他的强项 有人会喜欢写代码 有人喜欢做某一个技术设计工作 你就让他写 让他做 有人喜欢沟通 让他沟通 有人做PPT特别好 请他做PPT 所以你最后再想到想去 就最后发现 叫做没有完美的个人 但是有完美的团队 所以你作为一个管理他人的时候 你带一个团队呢 你首先就要想的是 我这个团队的构成是怎么样的 谁擅长什么 谁不擅长什么 怎么让大家把这个擅长的事情 能够形成互补 这个团队下来 如果说你把一个人安排到一个 他擅长的事情去做的话 你很可能后面你能做到无人驾驶 那什么叫无人驾驶 就你不用管他 你不用怎么太花心思 他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因为他喜欢干 他擅长干 如果说反过来 你把人 你老是让他divide过他的缺点 你最后的 最后呢 你整个这个 你一开始你人用错了 你整个的这个项目啊 这个这个后面后期的工作 你自己累死 因为你人用的不合适 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以人为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工作思路 以前也同学 我在也是在企业里面啊 在在讲的经常 就是下课的时候 大家跟我聊 问我说 你确实是应该以用人尝处 公司的很多制度 确实是在找别人的问题 然后每期明约给他一些机会 让他锻炼一下 锻炼一下有没有错呢 没错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别人的长处 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发挥 别人的短处 需要补的时候还是补 但是呢 补到及格 补到OK就可以了 重点还是要把很多 主要的精力放在 最大化的 让他干他自己 最擅长的事情 这样对组织 才是最有利的 这就是用人尝处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叫做 叫寄人好处 有同学讲过了 寄人好处 以前经常有同学跟我说 第三个叫什么 叫给人好处 你不一定能给人好处了 你的权限也许有限 根据公司的资源来的 但是你不给不了人好处 你可以寄人好处 你寄人家 寄人家的好处 最好 那为什么要寄人好处呢 其实是 让自己心态比较平和一些 其实也是 我觉得还是培养 自己的同理心 理解别人 这就是 老师讲的这个 叫做以人为本的思路 所以我讲到现在 就在讲什么呢 我在讲的是 三大转变 你从管理自己 到管理他人 从工作理念上的转变 应该是什么样的理念 就是你要善于 利用别人取得成功 你要帮他们成功 你不要埋头自己干活 而且你要有 以人为本的 这种心态 第二个呢 你工作理念 正确的理念 建立起来以后呢 下面你要想的就是 我时间该怎么分配 因为我要把时间放在 放在一些 真正有用的地方啊 放在一些刀刃上啊 那时间管理呢 我觉得今天因为 时间比较有限了 那我们也要管好时间 那我只能说 开一个头啊 具体的可能你要去 真的要去上课 我这是这个 你才是 先上课 先下课 那些其他的方式啊 那我大概开一个头 那时间管理呢 我觉得是 是人的 真的是一个 四大基本技能啊 时间管理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了 也许有同学 应该听说过 叫做关注圈和影响圈的问题啊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 你其实都在想啊 我现在是处于关注圈 关注圈还是我的影响圈 关注圈呢 就是我不可控的 大概 大概每天看看微博 看看微信啊 看看 划边新闻啊 什么 每一天 一天 拿手机 可能都有五六个小时啊 看剧啊 等等啊 只要是写的直播间 这个直播间不算快 这个可以 这个时间可以划啊 有价值的可以啊 啊 等等啊 新闻啊 都看各种新闻 一上来 每天早一来就开始看新闻 你自己告诉自己 我现在做的事情 在我的关注圈啊 关注圈对我有没有价值呢 假设很小 很小很小 啊 时间利用率真的不高 那我应该关注在我 我的时间应该是重点放在哪 放在我的内部 这个叫做影响圈 影响圈就是我能够是 我能够产生影响的 能够对我产生价值的 啊 比如说学习 像今天这个 应该是影响圈的这个工作 这个里面的范畴 学习啊 工作啊 健康啊 跑跑步啊 这个家庭啊 正好这段时间 我觉得 我也是 我也这个 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也有难得的轻松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 我去年一年 我一年 我太太忙了 我没 一个月在家 没几天 整个就是 全国到处各地 到处费的 那我就觉得 我这段时间 还是挺 真的很难得的一个时间 陪陪我们的 我的家人 还有我们家 我们家那个神兽 一起去看一看 他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 也挺好的 这些都是 都是影响圈 对吧 你知道这两个概念 我觉得时间管理的话 肯定绕不过一个矩阵了 叫做重要 重要紧急矩阵 那其实我们就把 很多的事情 都是分为 分到这个四个矩阵里面 比如重要紧急的 重要紧急的 这叫做一向线 一向线的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明天 你的项目 明天就要上线 那肯定是重要紧急的事情 不做不行了 重要不紧急的呢 重要不紧急的呢 比如说就像 今天晚上的学习一样 那学习这个事情 你说重不重要 那肯定很重要 你不学习 那哪行啊 未来变化太快了 但是你紧不紧急呢 你觉得其实 你今天晚上 你就算不看 只不你回看 那也行啊 对吧 你说我老师 能不能回看 我今天有几个朋友 跟我说 回看不能回看 回看 其实就没有时间 回看了 就忘了 所以就这个事情 他不紧急 但这个 很多人呢 他不紧急 就把它给脱掉了 就没做了 学习啊 健身啊 等等啊 重要的计划 比如我最近 我在被敬连的一些课程 其实这个都是重要 不紧急的事 那不重要紧急 不重要紧急的话 就很简单 比如说你突然接个电话 电话号码也没有标志 没有标识什么 没有说是骚扰电话 然后你就接了 接了以后 发现是一个骚扰电话 那你在接的之前的 这个事情是个什么事 那不重要 但紧急 因为他电话来了 不重要不紧急 那就不说了 其实就是 一些花辩新闻也好 一些什么各种 信每天手机空啊 这样的一些 一些事情 那其实我们就是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时间 放在这几个项线里面 看看每个项线啊 那到底 到底我花了多少时间 首先了解自己 那其实我们可以 对每个项线 有一些定义啊 第一个叫做生存 因为它重要紧急嘛 就涉及到你的生存啊 那第二个呢 叫做效能 效能 这其实就觉得 是长期有效的 第三个呢 就是其实偷了你的时间啊 欺骗 紧急不重要啊 那其实有时候 一些同事来找你啊 我说什么 哪些事情 你去上班 那你早上一上班 早上上班 你有一个什么 嗯 钉钉也好啊 或者是公司的某一个 即时通信软件啊 不断的经常有人来找你 那有些事情可能 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你这 你这半天都是 你不知道在干嘛 东干干西干干 最后 时间都没了到中午了 所以这个时间 叫什么呢 有时候叫做欺骗 有的有价值 有的可能不着急 有的 有的他 他也 也不是很重要 所以 可以放一放啊 或者让别人去做 当最后一个嘛 就是叫做浪费了 这很简单 嗯 那你这几个象限 你应该怎么去 操作它呢 啊 那第一个叫生存 那就是说是立即做 啊 第二个校园 有计划的去做 那真的是要按部 就班的去做起来 而不是去拖了啊 那第三个呢 就是授权 叫做让别人去做啊 这个让别人去做 你看啊 你看怎么发挥 因为如果你有下属的话 也许你可以请下属做 但如果你没有下属的话 你可能想着如何去减少它 啊 如何是 如何让他直接和某一个人联系 其实这事就搞定了啊 那这个当然是不做 嗯 那这个几个不同的处理方式 啊 那这最后 我想请大家 这个可以猜一猜 如果是一个高校园人士 啊 高校园 就是这个人 时间 管理是真的是非常好的话 他每一个时间比例 大概是多少 时间的比例 那毫无疑问嘛 应该是绿色的最高嘛 啊 其他的比例呢 一向线大概在四分之一的样子 因为还是有这样的事 二向线大概在百分之 六十五到八十的时间 这个比例其实相当高的 三向线大概在百分之十五的时间 因为有时候呢 你不得不做处理一些 嗯 看似很紧急的事情 啊 当然不紧急的 不重要也不紧急 大概是在百分之一 啊 时间 而讲到这个呢 到底在讲什么呢 在讲 好像老师在给他讲时间管理 实际上老师想讲的是 你从管理自己到管理他人 你首先知道这个时间管理的工具以后 接下来你要再想 哪些是二向线的事 以前你的二向线的一向线 二向线的事情可能是 你的本质工作 领导给你安排的工作 现在你协调了一堆人 那你协调这一堆人的话 那在这个新的模式下面 这个二向线的事情是哪些事情呢 啊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是个人贡献者 那你的时间主要是划在 比如说考勤 打卡 你要遵守这个考勤哦 这个时间管理 比如说 你要按时完成任务 通常是短期的时间安排 如果你是个人贡献者 就是领导让你今天干一件事 把什么材料交过去 或者这一周 最终这一周给他 你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你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的做 这就是个人贡献者 那如果管理者呢 管理者的二向线事情 是什么事呢 其实主要是分为这四类 第一类叫做阅读季度年度的工作计划 项目进度 那你大家看到 但是阅读季度年度 而不是说短期呢 因为基本上呢 你的短期的事情 可能你安排给下属做就行了 你自己要做一些相对长期的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 叫做其实你要花在计划时上 这个工作上面是比较多的 第二个呢 叫做与下属沟通的专门世界 你可能要去 我刚才讲的沟通太重要了 那你这时候你就是说 你这个和下属沟通很重要 下属沟通 往往很多的管理者 尤其新管理者 他更加关注的是和上级的沟通 上级沟通重不重要 重要也非常重要 但是有时候下属呢 可能会忙起来 就会忽略掉 其实正常情况应该是和下属 应该是没两周 至少两周要谈一下 要碰一下 聊一聊对方关心的事情 但是哪有那个时间呢 你一忙起来就忘了 那你拖一拖 一拖再拖 你和下属没有很好的沟通 最后导致的问题爆发 也许下属 那我自己以前的情善经理 下属就给你提离职了 或者下属就 其实慢慢的这个沟通的 不畅的这种状况 一天一天的积累 一天一天的积累 因为有一种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如果你不沟通啊 它会自然 自动的产生隔阂 它会自动的产生 相互之间没那么信任 它可能会有 可能会 有一些猜疑 这个可能 这个也是正常现象 因为你沟通少 一般来讲就会疏远 真的会疏远 所以你作为管理者 那你想着 这个沟通比较注意 比如你自己在做时间管理 那你还要想着 如何为部门和团队 设定时间方面的优先顺势 你要告诉他们 哪些事情紧急 哪些事情不紧急 你甚至还要告诉他们 怎么样判断 这件事情 紧急还是不紧急 怎么样教他们 如何做时间管理 你需要去教别人 那你教别人 做时间管理的这个事情 这个时间 就是你的二向前的时间 你二向前应该画在这 当然除了沟通啊 和下属去 教他们做时间管理以外 当然还有一些 跨部门的沟通 客户的沟通 或者供应商的沟通 那你其实这个 这个对上 对下 评级 对其他公司 全方位立体的沟通 就出来了 所以老师讲到这 你就发现 从管理自己 到管理他人 从时间管理上面 有什么转变 一个是 把自己的事做好 短期的事情做好 另外一个呢 是时间 大量的时间 花在了沟通上 大量的时间 都花在了沟通上 我今年 这一年也是有体会 我辅导的企业 他们的项目管理团队啊 他们 也是项目管理 都是在企业里面 我觉得都是 隔壁骨干了 经常 也是 谈到项目的 推进的各种问题 这个质量问题啊 时间不够的问题啊 资源人不足啊 人少 项目却多啊 风险又很 反正频频出现 也没识别好风险啊 最后都是问题的 解决问题的时候 又一时解决不畅 所以后来我发现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发现很有意思 很多问题 都是沟通的问题 你 你其实你想到 你有的 有的事情呢 是你需要提前 跟相关的一些人沟通 有的事情呢 是在 你这个是 你这事情已经开展了 在过程当中 要不断的跟人沟通 有的时候呢 是事情已经出问题了 当出问题的情况下 大家压力都很大的时候呢 那你就需要 跟人家坦诚的沟通 其实好多时候 沟通真的是 是一剂两药啊 能解决好多好多问题 那你这个 沟通的意识 要有 但是沟通呢 我说实话 你不可能靠一天的时间 学习就能 就能提高 你是长期 日复一日 连复一连的练习的 但是 你的沟通意识 要建立起来 这个是可以的 那沟通意识 可以通过短期的 一天两天的课程 你是可以 是可以建立起来 然后你基于这个意识 去练习 训练 这就是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 重在沟通 把时间花在沟通上 好 那我还是基于这个三角形 讲了 其实对于 前面的叫做工作理念 我讲过了 时间管理呢 我大概讲了一些 基本的工具 但我重点讲的是 你作为管理者 你的二项线 应该是什么